神中科,唯有你聖過一切 2月16日,他的邀請 馬太福音4章19節這樣說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仁如得如一樣 我在聖地之遊最深刻的經歷之一 就是坐船去尤加利利海 享受著這個在耶穌和他的門徒 當年經常航行的同一個湖泊之上 我的感覺就好像發夢一樣,不可思議 看到當地的漁民仍然好像兩千多年前 這樣煞網捕魚,真是一種奇觀 這絕對是一個令人驚嘆的音樂 誰能夠想到這種日常的焙魚工作 有一天竟然成為全福音的隱喻 馬太福音聚屬了耶穌在加利利海邊 逢走的時候對最初的四個門徒的呼召 以經驗在馬太福音4章15至16節所引用以塞瓦書的語言 被稱為彼得的西門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煞網 第18節說,因為他們本事打完的 耶穌對他們的呼召 來跟從我 一定是一個令人驚嘆和很詫異的邀請 這個屬於一個拉比的傳統 就是讓學生跟隨他的老師去學習 但是耶穌的邀請令人執目的是 是他主動發出的邀請 這個不是按一般相反的傳統的做法 此外,耶穌將他的門徒的職業作為他們 將來未來工作的隱喻 記載在馬太福音13章47節48節 也可以參考第19節 他們將成為得人的餘夫 我非常感謝在耶穌的呼召當中 也伴隨著他會裝備門徒 以別完成這個使命的保證 在馬太福音4章19節那裡這樣說 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如一樣 他提供了傳福音所需要的一切 在那裡前行 耶穌也呼召雅各和約翰 他們的四個人 立即那段地作出了回應 他們丟下了一切 包括漁網、船、父親 這個可以參考在20和20節 上帝呼召每一個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邀請我們跟從他 並且成為他角度的漁夫 我們大多數的人 不會被要求離開我們的工作單位 我們的職業 而是重新安排我們的優先次做 成為門徒 意味著 理解耶穌的救贖使命之後 在價值觀上有了徹底的翻轉 願我們分享在耶穌身上 所獲得的奇異恩典 體認到祂為了這個呼召 而給予我們的裝備 救恩、呼召以及裝備 這一切都是出著祂的恩典 幫你興奮地分享福音的時候 要確信祂的恭敬 今日的神中課就到這裡 願你隨時隨地都沐浴在祂的恩典之中 我們明天繼續收聽吧 拜拜